委託行普渡 丰盛祭品全都擺出來 商家辦普渡 供奉好兄弟求平安 不過巷弄裡 怎麼出現了僵尸 換上黑色僵尸裝 還在額頭貼上符咒 民眾排隊點餐 難掩興奮 因為扮成僵尸 可以免費吃冰 兩位僵尸朋友 這是你們的冰 颶風葡萄 那我們的紅茶拿鐵的雙淇淋 它搭配的是 基隆非常知名的李阿口 雙淇淋採用當季的水果做成 鮮豔吸睛 口感清爽 上頭還貼著黃色符咒 上頭寫上平安祝福 要讓大家吃了冰 有保佑 因為基隆剛好 這個月是中原季 委託行又是很知名的 一個文化歷史背景的地方 那這裡有很多 很新鮮的店家 譬如說冰淇淋 掛包還有碗角咖啡 然後都很歡迎大家 可以來這邊試試看 這是我們推出的 薑絲帽的竹炭餅乾 那上面的符咒 其實也是用糯米紙製作的 可以直接吃下去 那上面有一些祝福的話語 那希望大家吃下去之後 也可以保平安 基隆仁愛區委託行 是早期賣博來品的商街 逐年沒落 不過近期有青年返鄉創業 吸引了不少店進駐 為了吸引遊客 商家在中原節慶推出了限定商品 不僅有殭屍造型的雙麒麟 飄浮咖啡 還有福氣掛包 現在的話很多人都看到 慢慢看到委託行 那委託行的話 現在利用這種中原季 然後做一些響應的活動 那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說 像我們今年在經濟部跟文化部 都獲得相當一定程度的補助 都有委員的身影 我們在從社區營造走到地方創生的過程中 我們非常需要中央大力的協助 所以我要說的是 我們接下來的地方創生 延續非常重要 基隆中原季家家戶戶 任到普渡 除了前程既是好兄弟 也要讓民眾在農曆七月 吃得好也能夠平安 記者 黃少民 基隆報導